法医 毒物毒品检验 非正常死亡案件 还原实施真相 协助进行死因判断 对于非正常死亡来说 它有可能涉及到是刑事案件 所以我们会对它的生物检查 进行化验判断 它是否是被人为投毒 我叫孙靖 是毒物毒品检验坚定方向的法医 这一份是我们今天收到的检查 按照规定 我们应该对这份血液 进行乙醇和层面症犁药的一个检验 样品放上去以后 就可以排样 15分钟以后 就能得到这一份乙醇的结果 我们真的是跟医院的检验课一样 我们只不过检验的对象 大部分是死者的血液和尿液等适用检查 现场提取的其他的可疑的物质 也会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检测 这台是做乙醇的仪器 这边两台是专门做 催眠镇金药和农药的仪器 那边那台是做重金属的仪器 我们工作其实应该分两块 一个就是出检验报告的这种司法鉴定 我们还有一部分工作要为侦查服务 有些东西可能是 你的知识储币是够的 有时候侦查人员提出来的一些东西 你是不能很快地满足的 比如说毒品拿过来两包 这两包是不是我们叫同一批次 是不是同一个上家分包给这两家的 说起来特简单的一个事 但是你要是支撑这么一个事实 你就需要做好多工作 可能司法鉴定这边的挑战 就是我们得严谨 我们得抠着法条 然后侦查有时候就需要你大胆地推测 如何根据死者的中毒症状来判断 是什么药物来造成他中毒的 这是最为难的 影视里面说的往往都是最为经典的中毒症状 但实际工作中往往不会那么明确 一个人死在家里 但是他正好倒在桌子旁 额头是有磕碰 法医也想如果他是突然倒地 那有可能磕到桌子 但是老同志心里应该说敏感性非常强 然后他就排了剧毒鼠药 不以后他的中毒症状是抽搐等等剧烈的挣扎 极有可能会磕碰 身上造成伤害 结果真的在那个人血液中剪出剧毒鼠药 像毒物毒品检验经验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看到死者的瞳孔缩小 就会重点考虑他是不是滴滴味农药种毒 如果是毒猫毒狗案 狗是他是一直撞墙的话 他我们会考虑剧毒鼠药 如果是这个死者是灵血功能不强的话 我们会考虑抗灵血鼠药 我们在接案的时候也会及时跟法医病理沟通 问死者当时的情况 根据现场的了解也辅助于我们最好 最快的筛查出毒物 毒物的各种属性不一样 走出色谱柱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色谱方都代表它一个东西 我们这个日常的定性呢 就是通过对这个色谱处检索 靠这个保留时间和质谱碎片 两个结合起来能对这个毒物进行定性 最开始的时候好些都是瓶瓶罐罐 颜色反应沉淀了 靠那些得出结论 但现在好些都是靠仪器了 怎么来使我们这个主观判断 更接近实施真相呢 那我们就需要大数据支钞 像我们现在也试图在开展一些工作 建一个大数据平台 让我们这个工作越来越科学 越来越客观 越来越自动化 科室人员现在越来越火焚 特别是大家一块讨论案情 有时候新发现某种药物 捡出来的时候可高兴了 工作这些年 我能感觉到国家对毒品药品的管制 是一个非常迅速的 而且反应现在是越来越快 像芬太尼这种以股价为系列的 列入了管制 更有利于对毒品分子的一个打击 也保护了我们老百姓的人身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伤练的掌握 受伤维办公主